胸痛不要忍,年逾55万人心脚痛,死亡率女比男高。 观心病来得快又凶猛,是夺命贵子手。 当出现胸痛,胸前出现有压迫感外,甚至辐射到左手臂,肩部或下巴,或合并呼吸醋,冒冷汗,物心呕吐,头晕等现象时,小心视心脚痛报道。 尤其女性心脚痛盛行率是男性的1.6-1.8倍,45岁以下女性的心脚痛盛行率,已经上升到2005-2008年的5.4%。 女性心脚痛整体死亡率比男性还高,值得注意。 心脚痛又称为狭心症,大部分是因为冠状动脉狭窄或症状,而导致心肌血血所引起的胸痛。 心脚痛,胸前有压迫感,呼吸醋,冒冷汗,物心呕吐,头晕。 根据卫生福利部公布的106年国人十大死因,心脏病位居第二位。 初孤国人约有200万名有心脏疾患,其中约一半是关心病,包括心脚痛、心肌梗塞,都是冠状动脉心脏病,简称关心病。 心脚痛又称为狭心症,大部分是因为冠状动脉狭窄或症状,而导致心肌血血所引起的胸痛。 心脚痛通常发生在氧气需求增加时候,例如运动、情绪紧张、餐后或寒冷。 患者除了感到胸前有压迫感外,还可能会辐射到左手臂、肩部或下巴,或合并呼吸醋、冒冷汗、物心呕吐、头晕等现象。 通常在休息或使用消化肝油舌下定数分钟后可以缓解,如果疼痛仍持续,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,必须马上就医处理。 一名45岁王女士,有心脚痛病时,日前出国旅游步行,突然感到胸口闷痛,呼吸困难,头晕,冒冷汗,所请王女士使用随身携带的消化肝油舌下定并休息后,症状获得改善。 心脚痛盛行率为3.5%,约计55万人。 掌羹科技大学护理系蔡清清助理教授与林口掌羹心脏内科研究团队。 运用全国性的台湾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,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,NUCIT,资料,首度探讨国人心脚痛的发生率与变化。 结果显示国人心脚痛盛行率为3.5%,约计55万人。 值得注意的是,女性心脚痛盛行率是男性的1.6至1.8倍,而45岁以下女性的心脚痛盛行率更是逐年上升。 此研究已刊登于2019年1月国际重要期刊国际心脏病杂志,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。 研究还发现,1993-1996年19岁以上成人的心脚痛盛行率为5.6%,每年约有81.4万人有心脚痛症状。 至2005-2008年盛行率则已降至3.5%,每年约有55万人有心脚痛症状。 分析降低原因,可能与1995年全民健保开办后,国人心脚痛问题受到较好的控制有关。 感到心脚痛发作时,可放置一颗消化肝由舌下定在舌下。 过去关心病一直被认为是男性的疾病,事实上女性因关心病的整体死亡率比男性还高。 由于女性经常出现不典型症状而延迟就医或延误诊断,对于预防关心病的努力与治疗遵从度比男性低。 社会关心父女健康的疾病,经常以乳癌、子宫颈癌、骨质疏松等为主,使得女性比较担心癌症或失能,而忽略对关心病的警觉性。 因此提醒女性,特别是年轻女性,对于关心病应该更加提高警觉,若有任何胸痛不适的症状,应及早就医。 临口掌根纪念医院心脏内科系处白癬主任提醒民众,尤其是有心脚痛病史的病患,应随身携带消化肝由蛇下定,若感到心脚痛发作时可放置一颗在蛇下,并非蛇上,立刻就医不可拖延。 若五分钟后症状没有缓解,收缩压仍于一百毫米拱住以上,可每隔五分钟再重复使用一颗。 关心病来得快又凶猛,是夺命贵子手。 当出现胸痛,胸前出现有压迫感外,甚至辐射到左手臂,肩部或下巴,或合并呼吸醋,冒冷汗,雾心呕吐,头晕等险象时,小心是心脚痛报道。 尤其女性心脚痛盛行率是男性的1.6至1.8倍,45岁以下女性的心脚痛盛行率,已经上升到2005至2008年的5.4%。 女性心脚痛整体死亡率比男性还高,值得注意。 心脚痛又称为狭心症,大部分是因为冠状动脉狭窄或症状,而导致心肌缺血所引起的胸痛。 心脚痛,胸前有压迫感,呼吸醋,冒冷汗,雾心呕吐,头晕。 根据卫生福利部公布的106年国人十大死因,心脏病位居第二位。 初孤国人约有200万名有心脏疾患,其中约一半是关心病,包括心脚痛、心肌梗塞,都是冠状动脉心脏病,简称关心病。 心脚痛又称为狭心症,大部分是因为冠状动脉狭窄或症状,而导致心肌缺血所引起的胸痛。 心脚痛通常发生在氧气需求增加时候,例如运动,情绪紧张,餐厚或寒冷。 患者除了感到胸前有压迫感外,还可能会辐射到左手臂,肩部或下巴,或合并呼吸醋,冒冷汗,雾心呕吐,头晕等现象。 通常在休息或使用消化肝由舌下定数分钟后可以缓解,如果疼痛仍持续,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,必须马上就医处理。 一名45岁王女士,有心脚痛病史,日前出国旅游不行,突然感到胸口闷痛,呼吸困难,头晕,冒冷汗,所请王女士使用随身携带的消化肝由舌下定并休息后,症状获得改善。 心脚痛盛行率为3.5%,约计55万人。 掌羹科技大学护理系蔡清清助理教授与林口掌羹心脏内科研究团队。 运用全国性的台湾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,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,Nusit,资料,首度探讨国人心脚痛的发生率与变化。 结果显示国人心脚痛盛行率为3.5%,约计55万人。 值得注意的是,女性心脚痛盛行率是男性的1.6至1.8倍,而45岁以下女性的心脚痛盛行率更是逐年上升。 此研究已刊登于2019年1月国际重要期刊国际心脏病杂志,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。 研究还发现,1993-1996年19岁以上成人的心脚痛盛行率为5.6%,每年约有81.4万人有心脚痛症状。 至2005-2008年盛行率则已降至3.5%,每年约有55万人有心脚痛症状。 分析降低原因,可能与1995年全民健保开办后,国人心脚痛问题受到较好的控制有关。 感到心脚痛发作时,可放置一颗消化肝由舌下定在舌下。 过去关心病一直被认为是男性的疾病,事实上女性因关心病的整体死亡率比男性还高。 由于女性经常出现不典型症状而延迟就医或延误诊断,对于预防关心病的努力与治疗遵从度比男性低。 社会关心父女健康的疾病,经常以乳癌、子宫颈癌、骨质疏松等为主,使得女性比较担心癌症或失能,而忽略对关心病的警觉性。 因此提醒女性,特别是年轻女性,对于关心病应该更加提高警觉,若有任何胸痛不适的症状,应及早就医。 临口掌根纪念医院心脏内科系处白显主任提醒民众,尤其是有心脚痛病史的病患,应随身携带消化肝由蛇下定,若感到心脚痛发作时可放置一颗在蛇下,并非蛇上,立刻就医不可拖延。 若5分钟后症状没有缓解,收缩压仍于100毫米拱住以上,可每隔5分钟再重复使用一颗。